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特殊背景条件下 由老宋身先是主 给大家做个榜样 同时也能体会大家壁骨时所遇到的问题 方便为大家解决 今天是第四天 大家听声音也知道 底气实处 精气神饱满 原来不吃饭 还有这么好的 好处 可大家理解的绝食 完全了吗 希望所有报名参加壁骨的同修 都要对佛宝居能量壁骨养生 有信心 要下决心 坚持够七天 七天是对大家的最低要求 我们可以14天 21天 49天 108天 365天 81年 一百年 一百年 您活多大 就可以避多大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能让你做 这就是佛宝居壁骨 与普通壁骨的不同之处 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我们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同为壁骨 也是差异极大 壁骨也分层次 比如说 一级 两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如果将壁骨分为十级的话 那么佛宝居的这次壁骨 至少在八级 一级以上 我们话不可说满 凡事呢 留三分余地 但是呢 我们实事求死 分享给大家 好了 闲话扫叙 我们归路正题 今天聊点骂 聊业障 之前 我们探查了一位同学的业障 在天眼的境界里边 我们看到了一个精进的出家人 年方三十余岁 为南比丘 再看 有一座庙 庙虽不大 香火还行 这位出家人呢 兢兢业业 虽然没有其他 深重的监督 但是呢 非常的自律 依然呢 早课 晚课 一样不辣 修行津津 小脉的里里外外呢 也打扫得 非常的干净 证明什么 很勤快 对不对 俗话说 一无不少 何以少天下 那这位 声众 使用 普度 天下的决心 普度 众生的决心 一日 一日 年复一年 从不懈怠 话说 有一日 天降大雨 电闪雷鸣 这个时候 庙外 来了一位乞丐 年方 二十 出头 一幅破旧 面部 黑如霉球 这证明 这位乞丐 是真乞丐 对不对 不像我们现在 满大街的 假乞丐 他真的比你还多 古时候 要饭 是出于无奈 现在人 要饭 是出于懒惰 有一句话叫做 自古以来 要饭的没店 要不早饭的 如果 他起得那么早 就不会去要饭了 那么 归根结底 是懒字了的 但是 话不能说满 也有 无尔无尼 无依无靠的老人 失去了 求生门历 当然 也有战乱中 与家庭 亲人分离 流离 失所的 柔弱女子 那么这位乞丐呢 就是一位女子 庙里边的师父 很慈悲 收留了 这位乞丐 注意哦 收留的时候 是于 存以慈悲之心 没有 任何杂念 这位女乞丐 在庙里边 洗洗算算 打打扫扫 将里里外外收拾的 那叫一个干净 给出家僧人呢 提供了不少方便 作为出家僧 就能更好的修行 无奈啊 有一日 寺里边 中古齐名 他怎么 想起来 我们不去探究 但是的确 无人敲 他想 谁在敲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个并非故事的重点 这位乞丐家人呢 披上衣服 快速的冲出外 在走栏的时候呢 与 这位 小乞丐呢 撞个满怀 为什么呢 因为小乞丐 也赶紧 出来 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乞丐 人家是护法居士 对不对 我们 从 现在开始就要称人家为 居士 两个人啊 这么一撞 有一股女子特有的清心 让这位出家生啊 神魂颠倒 但是出于本能 因为毕竟是修行人 还是赶紧的 放开了 话说 一夜无事 一夜无事不代表 夜夜无事 人 有几种欲望 比如说 食欲 性欲 求生欲 等等 自然欲求 是他天生 在体内 刻骨铭心的一种烙印 属于秉性之一 不能说它是天性 所以 大德菩萨都让我们 化点秉性 道理就在此地 当人的秉性升起 就有了恶念 于是 这位生仲就在想 狂风大雨 漆黑一片 如此小的寺院 孤男寡女 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日想 日日想 也不念佛了 也不诵经了 因为晚上想的太多 导致第二天 也是唯静 也是唯静不正 但他毕竟修行三十余年 一直在心里边是 忍 忍 忍 但有一天 实在 忍不住了 有一句话叫做 忍无可忍 无需 再忍 这句话不一定对 但是用在此处 却非常的应景 一日呢 出家人 夜入女子房中 干什么呢 想行苟且之事 这个时候遭受了女子的 疯狂抵抗 久久不能得逞 于是 这位出家人 恶上心头 拿起了身边的一个木棍 疯狂地敲打这个女子 结果怎么样 女子被打昏了 这个时候 这位僧人扔掉了木棍 赶紧寻找 这位女子 这时才发现 床上空空 哪里 还有什么人呢 于是 他很恍惚 很纠结 这种矛盾的心理呢 非我们常人可以想象 但是你又能想象出来 我就无需给你描述的那么透彻 对不对 在恍惚当中 菩萨现身 原来啊 那位乞丐女子 就是菩萨呀 念这位僧人 修行经济 特来考验 大家想考过没有啊 当然是没有 有时候我们自认为 修行很经济 但有道无道 自己知道 我们能有这位出家僧人经济吗 不能 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吗 好像也不能 那我们有没有道啊 没有道 有时候 我说 你修行经济 可能遇到魔考 这个魔也有可能是佛菩萨的印化 你千万不要以为 一定是魔来 所以禅宗讲 佛来展佛 魔来展魔 不被外向 不被外向 所拘泥 但是你也放心 不要动不动觉得自己就要 入魔了 有魔障 或者说 遇到魔考 遇到魔考 不再帮你 让你帮你 让你觉得这样就更好 这样就刚好 而不去悔改 谁 修行难啊 我们知道这位圣人没过 但是这菩萨又是如何开示这位圣人呢 菩萨原话是 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 安能出离 生生世世的修行 还是不能改变恶行 她是菩萨呀 这个她就是那位居士 那位女居士 菩萨来考验你的呀 设心不足 对修行人还这么狠毒 这两项过关失败 你看 第一个是银心 对吧 第二个是恶念 而且银心恶念都复读实施了 所以业障就极大 我们平时说 不怕念起 就怕绝齿 故事中这位圣人呢 念也起了 行为也办了 绝齿了 结果 将受到什么夜报呢 二十节女人身 为情所困 身败名恋 十节为处成生 这个恐怖不恐怖啊 无数式的修行 在此处毁于大 还要受这么长时间的苦 何苦来哉 何苦来哉啊 这位出家师父 就是现在 我们某一个代价的局势 就是他的前生 这个业障 出来 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 忏悔 通过一定方式去补救 来化解 那是你的福德 机缘所致 也是无量节以来 所造的善意所致 并不是 谁都能 由此机缘 大家要注意 也不是谁的业障 都可以讲成故事 也不是谁的业障 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们呢 只是挑起精华 来分享给大家 来告诉大家一个礼 我们的念头 是多么的恐怖 我们的秉性 是多么的顽固 我们的一眼一行 一举一动 如果不守道 不懂规矩 对不起 夜苦不良 有同学问 有同学问 为什么 发个愿去极乐 就那么难 一点事就能去地狱 这个 是你没有去思虑清楚啊 你去公园 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会让你尽吗 不能 难若登天 但如果说 你要去门外的垃圾桶 去看看 去城市垃圾场 去看看 容不容易啊 容易 没人拦着你 这又如盖房 盖房这是很容易 吗 不容易 它需要设计 需要买地 对吧 需要资金 需要技术 还需要日日夜夜的 去完工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想拆房子了 就很简单 一个爆破 几台挖机 两辆卡车 就搞定 大家说是不是啊 所以别总 去疑惑 记得一句话 修行如溺水行舟 不进 则退 三善道 人道都那么难 何况是极了 三恶道的人 永远比三善道的 多的多的 多的 根本没法比 这就是为什么 你想飞到房底 不容易 但是 如果你从房底 掉下来 就容易得多 大家想是不是 无论你怎么训练 你想腾空乐器 飞上十米高 难 如果你想从十米高 跳下来 不用训练 你现在就能做到 这就是极乐 与地狱的差别 在此呢 就顺道 把那个问题 给大家解答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祝愿我们的 碧骨养生班 能够圆满举行 也期待 作为同修 能有一个 好的收获 就作为听故事 同修能够 自会开启 加定幸福 事业圆满 如果老宗的故事 对你有启发 期待您多多转发 法部师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同志 也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诸佛菩萨 龙天父法 回向给那些 支持佛宝居 转发小故事 被能精进共修的作为同修 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回向给所有和佛宝居有缘的同修 常行善事 常修正法 精进念佛 早日出六道 早日断轮回 南无阿弥陀佛 早日断转发小故事 早日断转发小故事